有一家公司它找到一个景区说,只要你愿意给我提供10亩地,我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建设20到30栋小木屋,我可以让你一分钱不出的情况下,一个月之后多赚200万以上,你愿不愿意?不出钱只是把空闲的资源加以利用,就可以多赚200万以上,愿意呀! 一个小木屋一平方米的成本2000块钱,小木屋也不用建设很大,只要几十平米到100平米就够了,就按100平米来算,一个小木屋的成本20万,也就是说20万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在景区的小木屋,地不用钱,建设小木屋也可以不用钱把成本转让出去,怎么玩呢?找人投资,然后和这些人说,如果你去旅游,你只需要花20万就可以拥有一个在景区里面的别墅小木屋, 而且你可以在景区里面待10年,更为重要的是,你可以自己住,全家人住,朋友住,如果你不住了,你可以把它托管给我们,我们帮你出租,帮你赚钱,20万你买的不仅是一个在景区的小别墅,而是一个赚钱工具,更为重要的是,你还可以享有整个园区的经济收益,比如说我在某个景区建了几十栋木屋,然后把这几十栋木屋的经营收益分享给这些业主,如果你是业主很爽吧,而且你还不用 水电停车费,对于公司来说,这种模式可以全国复制运作,因为这样的景区实在太多了,而且我是轻资本运作,不用出钱也不用出地,我只说出品牌和现金流的掌控,你可以在我公司旗下任何一个小木屋去免费住,站在养生的角度,这种小木屋比混泥土的房子更适合养生,有的人可能会想,你说的这么好,这个真的有人住吗? 不仅有人住,而且还要预定,因为这种商业模式已经验证成功了,所以这个老板才敢这样干,在浙江吉安,有一家公司就是景区加帐篷露营,叫帐篷客,就是在景区在茶园呀,建设帐篷,然后以度假为核心,结合美食餐饮,户外运动,而且和一些知名品牌跨界合作,随便一个两天一夜都是一千多起步, 当然,这个和景区也有关系,最贵的卖到两千多块一个晚上,而且还要提前预定,供不应求,获得了儒家的数千万的投资,很多赚大钱的高手都在玩跨界,玩资源整合,甚至是空手道赚钱,你不跨界整合资源,别人就跨界过来把你整合了,这个世界谁特殊,谁就是赢家,谁逆其道而行,谁就更容易立起来,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是思维的不同,思维不同,格局就不同,格局不同, 人生财富就不同,喜欢点赞关注我